高临姐娃 我是不会开圈人村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很不烧脑的侦探片 福尔摩斯与华生 天才侦探福尔摩斯 有个跟他一起办案并住一起的医生好友华生 他们这么忙必须有人处理家务就是风骚女管家 这天福尔摩斯与华生赶来审判一起谋杀案 而嫌疑犯就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坏教授 他使用了新技术指纹件是证明凶手就是坏教授 可是这位只是长得像他的替罪羔羊 坏教授已逃亡美国了 法官采信福尔摩斯的证词并让嫌疑犯无罪释放 就在某天福尔摩斯和华生抱怨起少了坏教授 人生变得好没挑战性 只好来抽鸦片开心开心 但找不到那就叫女管家来 不要这么大声 别让老人家知道 不要这么大声 女管家终于出来了 还从华生房间出来拿尼 他和个爷男人头做羞羞的士气的华生将他们赶出门 顺便拿到了封女王的邀请函 原来女王给福尔摩斯办了生日派对 当他要切蛋糕时怎么切不下去 华生帮他拿了斧头手起刀落的竞掉出一具尸体 里面还有署名坏教授的挑战书 要福尔摩斯四天内阻止他否则女王的命将不保 女王子命令福尔摩斯尽快解决 为了国家为了女王为了部落 于是他们找来了美国顶尖的女医生协助调查 还带着他实验对象从小被流浪猫养大 智商只有四岁的小猫女 那么两位医生就先去验尸咯 剩下福尔摩斯及令他一见钟情的小猫女共处一世了 另一边华生和女医生先来洗尸体的嫩在厌尸 边洗边共不爱的乐章 嗯 也是另类的浪漫啦 解剖完后 他们甜蜜的来跟福尔摩斯报告不确定死亡原因 诶 就是不知道原因啦 只知道尸体上有钢刺上的十字架刺青 福尔摩斯知道有人卫装坏教授的方案手法 很快的福尔摩斯查出了问题处在刺青的墨学有毒 为了证实推论没错他让华生喝下和墨水里同样的毒 果然毒药起了作用细菌综合症还会分泌乳汁 不过别担心 立马喝下解药就会没事的 福尔摩斯还发现尸体的刺青质量不均 所以推测书是只有一只手臂的人刺的 于是他们到健身房来找毒臂刺青师 华生开始激怒他咯 用一只手臂根本无法做出足以献给女王的蛋糕 那饥不得的刺青师马上承认蛋糕就是他做的 怎么样不能拿他怎么样 没错腰磨啊笨蛋 另一个声音说着尽是坏教授 完了想走没那么容易除非 来打一场 但不是我 是这个大胡子魔鬼 不出所料最先登场的华生一下就被甩了出去 剩下福尔摩斯开始计算自己与饿的距离 脑袋有完美的作战计划 但现实呢完全没用 反而是华生拿着好折凳击败了大胡子魔鬼 而此时刺青师却被暗杀了又是那个坏教授 华生拔起刺青师身上的小刀帅气一丢射中了坏教授 福尔摩斯又揭穿他根本不是坏教授 而这个山寨坏教授给了他线索 就是带着煤矿去新城堡的地方 回去后的福尔摩斯试着解开煤矿 新城堡以及其他线索 但脑子都是小猫女 是不是他有什么传染病 华生理智的告诉他 Oh 你 fall in love 这时风桑女管家又带野男人回来 还两个口味真重 气得华生要他快去干活不把他们赶走 因为女王登门拜访要了解案情 所以让士兵们到门外等候 但华生太敬仰女王了 想跟他自拍 督个嘴会很萌哟 Oh 对了 面对窗户光线比较好 不料华生动作太大 用相机敲晕了女王这下怎么办 原以为女王死了 要把他塞进箱子送走 看我这招老汉推车 Oh Yeah 没用啊 太大支了换一张华生最拿手的 肢解分装 士兵听到声响就闯了进来 好在女王及时清醒了 还在想着自拍的事呢 但女王赶时间所以先走啰 于是福尔摩斯来找比自己聪明的哥哥福尔摩擦 协助 兄弟俩不需开口用高智力做沟通 福尔摩擦 告诉他凶手是你亲近的人 可以轻易观察你 这让福尔摩斯知道凶手是谁了 他召集所有人来警局 事到如今就不该再隐瞒了 凶手就是医师华生 所以他马上被逮捕抓进监牢 才一回到家 福尔摩斯就看着他们的相片伤心落泪 他只好用唱歌的方式来找小猫女讨拍了 小猫女告诉他你理智的大脑定 华生有罪 但有更大的力量告诉你 他无罪就是 love 福尔摩斯知道了华生是他的挚爱 他要去拯救华生 但早在一步有人带着蛋糕来结华生的玉 将他带走了 等福尔摩斯到早已人去楼空 只有吃剩的蛋糕 学学真不该浪费时间唱歌的 从这些学学 福尔摩斯查出凶手是疯骚女管家 因为只有他会做有甜菜糖的蛋糕 而且是华生的最爱 身为他的雇主 早知道他是坏教授的女儿 为了得到父亲关爱不惜犯罪 也要毁掉父亲的死对头福尔摩斯 所以才在他身边工作 他也解开了利用煤矿操作的新城堡 就是铁达尼号 而刚好今天要举办女王欢迎会 很快的他找到了至爱华生 救下了他 女管家临走前留下信息 就是船上放了定式炸弹 得快想办法找到他 另一边风骚女管家早就搭逃生艇逃出来 因为等等炸弹会引爆 福尔摩斯会消失 父亲就会为他感到骄傲 福尔摩斯与华生来到宴会大厅先找到女王 再马上发现 海军乐队不会用的定音骨 炸弹肯定藏在里面 但炸弹快引爆了 所以华生三步并一步冲上前去 打破定音骨 取出炸弹往窗外一丢 精准丢到女管家的逃生艇上 炸死了女管家 成功救下女王救下整艘船的人 福尔摩斯与华生再次受到大家敬重 最后华生和女医师互相吻别 而小猫女则向福尔摩斯坦承 正在研究驾驭男性的实验 其实他们互相喜欢 边做起嘴唇碰触运动 故事就在福尔摩斯 以为这一吻小猫女会怀孕下结束了 村长认为随女管家已经挂了 但真正的坏教授还没落网 继续坏坏哟 如果喜欢村长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铃铛 舅舅不会开穿的村长 我们下次见